發財廣場環節,身邊嘉賓Stanley 家庭觀眾有任何問題,可以打電話給我們 No.204-6566和傳電郵給我們 askfbschannel.com 上一節和Stanley說到 資源股方面有明顯的反彈 可以詳細再講一講 稅信方面,上交易日出了報告 是關於水泥方面 他說近日的鋼鐵價格走勢比較疲弱 或反映到水泥需求有下降趨勢 其實我也想問Stanley 鋼鐵和水泥需求可否這樣比較 有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你看看水泥板塊本身 和鋼鐵的行業本身 直接的關係不大 因為始終兩者在提煉方面都有不同的方法 如果你有關聯線比較大 可能兩者本身都是一些基建或建築材料方面 假設鋼材類的股份或鋼材類的需求量 是比較低下降 可能意味著 所以這方面都會面對著同樣的情況 但當然了 這個版法 其實之前的時間大家可能比較樂觀 或者對之前的前景上 可能比較樂觀 最大的原因 因為見到之前的時間 所以在第二季度方面 都仍然有個不錯的表現 再加上一些基建的工程也比較多 令到水泥出現的情況就較量齊升 所以在今年上半年 水泥板塊本身的行業 整體上的行業 半年的利潤相當高 但到了下半年開始 大家會比較關注 特別是一些內地基建 會不會因為個別的地方出現一些 可能資金上的問題 而有個比較明顯的下跌 再加上 你會見到在今年上半年 很多的水泥公司 雖然盈利方面是上升了 但問題是在應收帳方面 都用了一個比較大的升幅 所以變相應收帳這麼高 萬一收不回錢 都能夠拖累個別公司的營利表現 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因素 或者是一個叫做導火線 就是今年 即是八月九月份的時間 水泥價格本身 只有一個比較跌幅 大家會比較關注 本身是一個大陸開支 傳統的旺季的時間 水泥價仍然開始 即是叫做不升反跌 所以大家會比較關注 或者留心 究竟是否因為產能過剎 而出現一個類似的情況 雖然你有水泥估計 在這段時間 為何有這麼大跌幅 這些因素 我覺得是比較重要 其次就是 你見到水泥板塊本身 在今年的上半年 其實升幅是相當大 所以不排除 有個別基金 其實都是在高位套現的情況出現 特別要留意 就是水泥板塊 在今年的上半年 可以說是基金的外股之一 即是香港也好 或者下地也好 基本上很多基金都叫做 持重倉 雖然這段時間 水泥板塊開始 即是高位回落的時間 不排除那些基金 開始先行 即是沽貨獲利 或者沽貨離場 所以變相其實都是加大了 水泥板塊 這方面有一個下跌因素 亦都見到 提到你的因素 就是本身 你的基金 即是八、九月份開始 其實面對著熟回潮都比較高 所以他們都會談及 可能減遲一部分 即是已經有獲利 比較多的股份 即是才能離場 所以年代之下 所以水泥板塊 其實除了本身的質素 這個基本因素 可能出現一些比較明顯的變化之外 亦都是不排除 和基金個別的回潮 和基金減持的因素有關 所以在這一個效應的影響之下 所以反法有一個比較大的下跌 在這段時間 其實我都覺得是合理 但問題在前景方面 我始終覺得 就是要看下半年的情況 即是之後時間的情況 特別是說現在這段時間 其實水泥格格 大家會看到 開始是有一個 環比是上升 即是開始回升 當然各地區 例如像上海 或者乾節這些地方 的水泥格格 仍然都會跌倒 但相反 例如廣東、廣西、貴州這邊 水泥格格 其實水泥格格 開始是回升 所以在這段時間 出來的板塊 會不會有機會出現反彈呢 我覺得暫時初步看 但要再觀察出價格的表現 但在今年下半年來 暫時初步看 我都個人是傾向於 比較深入樂觀 上半年來說 水泥方面 走勢好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覺得 起保障性住房 他們的供求方面 都有一定的支持 但市場都是擔心 下半年來說 可能盈利增長方面 就會有放緩 不是說不好 可能是放緩 另外也是 下游企業方面 會不會受到一些 國內水緊 即收緊銀根 這些政策影響 如果整個水泥格 行業 會不會下游企業 下半年的走勢 會比較輸蝕了 基本上 對於水泥的板塊來說 比較關注的情況 始終你也知道 水泥本身是一個 資本需要比較高的行業 所以以水泥的角度來看 或者比較融資困難的情況下 個別比較細型的公司 其實是會受到 比較大的衝擊 特別是 對一些 周轉方面 可能不太健康的公司來計 一旦 如果出現一些 所以賣不足 而沒有錢回流 可能會有個比較大的影響 但對個別比較大型的企業 例如海鷗這一類 其實你的問題 相對不太大 因為今年的半年 你會見到 海鷗負債的情況 相比其他企業 不算高 所以如果在這個板塊 去到龍頭地位的話 本身問題就不太大 但當然 所以價格下跌 正如剛剛提及到 在今年來計 大家會比較關注 在下半年來計 會比較關注 測量過剩的情況 以及需求量 會不會因為一些地方 資金上 不太充足 所以有機會出現一些 息量下跌 或者一些基建的項目 會減慢的出道 這些方面去影響到 但始終正如剛剛提及到 變成下半年 即下跌 之後的時間來看 都是先要觀察 所以介紹 未來打後的 2、3星期之內 有機會出現回升的跡象 如果回升的話 都意味著整體來計 你說一個 大家都會比較關注 解回第四個月 可能會上升這個因素 軍營會對上來的板塊 有一個比較充氣狀 好 講完想來猜 講一下比亞迪 編號1211 有新聞報道 內地的央視 就說他的電動車內的安全器袋 是有問題 即是 車撞了的時候 Airbag就不會彈出來 這個都幾大件事 近期見到 比亞迪的股價都是長期積弱 受到銷售下滑的影響 再加上原來他的安全品質 都有問題 會不會真的雪上加霜 對於他這股份 本身我們都不太看好 比亞迪的股份是前景 你說這些會比亞迫的消息的話 當然對公司本身 對股價本身 都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其實上天 你看回一些安全器袋 這些情況 在內地方面 如果你看回內地新聞的話 都知道不是一些新消息 因為基本上很多營運商本身 都會出現類似的情況 但當然在比亞迪的情況 可能比較差一點 特別是本身公司 在銷售方面 或者本身質量方面 其實大家都不斷有比較多的救病 所以在這個層面上看的話 再出現多這些消息 無疑對股價有比較大的影響 所以當然 你見到股價在資金的時間 其實不斷向下沉底 尤其是你見到股價 如果拉近一點大家會見到 本身的股價 基本上是持續受制 在十天線這些位置之下 雖然這類似後市 如果一旦 始終能夠突破十天線這些位置 基本上對後市來計 都比較缺乏一些 叫做反彈一些的機會 而初步看 即使反彈可以穿過十天線 第二十天線這些位置 基本上都會阻力重重 雖然這類似後市 暫時初步也不太建議大家 即博留底之餘 都不建議大家買股份 是的 即是見到股價也差 而且安全有問題是最忌忌的 還要被官方媒體的央視來踢爆 即是要觀望一下 我們這次時間也差不多了 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Stanley會和大家聊天 有任何疑問 記住是打電話給我們 204-6566 和起聲電郵給我們 ASKFBSChannel.com 全錄回來再談